在基隆日本料理界小有名气的林茂昌 在基隆开业将近20年 原本在深奥坑开店 今年6月搬到中正区的祥丰市场里 由于新鲜又平价 许多老顾客都跟着跑 这些东西真的好吃 精致又实费又新鲜 林市长苏喜 以前在深奥坑开业的时候 我就去吃过 我几乎隔两年就来吃 差不多不是朋友找我来 就对我自己来 我常来吃因为就在家附近 那很平价 随便吃一下就感觉很美味 食材有新鲜 我们这个基隆人吃东西也蛮挑的 这个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味 好吃 这个是从我们那时候在 当初还是万家福的时候 经常带小朋友去吃 然后因为他的日本料理是物美价廉 客人称赞的这间日本料理店 原本开在深奥坑 101年6月搬到祥峰市场里 许多老顾客一路跟随 我发现这里很多你的老顾客 对啊 做十七八年有了 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谢谢他们 这里的海产品都是到卡妈店才买的 所以也特别新鲜 不可说这里除了新鲜 评价又美味之外 更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像这锅才50元的鲜鱼汤 老板还让你免费加汤加料 海大常常来吃啊 学生比较没有经费 所以说续汤加料都免费 鱼汤鲜鱼汤也是很新鲜 而且又经济实惠 这个鱼汤很新鲜很棒 它这个在什么 祥峰市场里面 价钱又便宜 很好 棒 这个海鲜鱼汤真的很棒啊 其他都鱼啊 生鲜杀西米都很 鱼类都很新鲜啊 都是我们那个鱼市场 开卖下来的啊 很好啊 那炸差不多两点半 三点就出发了 不过这里回来五点半 炒一个星期去两趟 对 鲑鱼啊 去海里啊 嗯 鱼鱼那些 美味又经济实惠 紧紧抓住客人的心 这里的同班美食特别多 这碗料多的味噌汤 也只要十块钱 它的味噌汤很经典 我很喜欢吃 对 就是它的鱼肉不会太柴啊 那然后一般的那个米作汤都会 有时候会太咸啊 它不会 我们味噌汤一碗十块 特别鲜味有豆腐 鲜鱼 这里的鲜鱼种类相当多 光是生鱼片就有鲜鱼 鲑鱼 鸿干 海力和鲑鱼等等 我认为它的鲜鱼还不错 还蛮 除了新鲜以外 还蛮有那个口感 想要吃饱一点的客人 还有寿司和锅烧面可以选择 这家那个寿司店的锅烧面很好吃 因为它那个汤头也很好 然后料也很多 面也很多 所以这家真的很好吃 小朋友都会喜欢 然后自己锅烧面的部分 汤头是非常好 好吃这样子 寿司也很好 那个饭又可以用了 它那个米有专用的寿司米 吃起来特别香 很Q 寿司啊 我都有吃过啦 都不错 很好吃 味道不错 它的寿司 寿司也很不错 尤其寿司的那个姜啊 非常好吃 不会太辣 小朋友也都能够接受 寿司就是好吃 它的姜啊 它的姜就是跟 不会跟一般一样 都是那种老姜 它是就是比较脆的那种姜 寿司 锅烧面 生芸片 手卷 沙拉和各式小菜 顾客选择相当多 林茂昌老板以自己的姓氏作为店名 十多年来坚持新鲜和评价 培养许多死中顾客 记者 郑军云 采访报导 好 好